所以这个就是花雕酒鸡面 台湾经济部携手外贸协会 举办台湾食品连环购活动 协助业者拓展新加坡市场 一连三天在当地商场举办快闪试吃 展出超过百种产品行销台湾美食 客制化制造的能力 一直是受到各国买主的肯定 驻新加坡代表梁国新致辞表示 台湾食品过去以销往临近国家市场为主 但疫情后消费者需求已有所不同 口味变得比较多样化 台湾厂商怎样利用机会 拓展新加坡市场非常重要 很多新加坡人到台湾旅游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台湾的美食 所以其实台湾美食在新加坡 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刚才还试了老妈干面 我好怀念那种味道 新加坡为台湾第九大出口市场 期盼未来能引进更多台湾食品之新国 也让台湾特色走向世界